试试! 怎樣,來到乙叔叔这个试驾会有什么感觉啊? 有免费的拿西伦马吃 你吃到吗?没有吃完的你? 很饱! 咦,今天ok吗?厕所顺利吗? 厕所,舒服。 蛤? 一蹲几下,第一个出场! 这样快就不要留住它! 哦!好像出屁这样,哦! 哈哈哈哈 - 這樣嗎?馬來伊叔叔? - 最近有嗎? - 最近有好嗎? - 哈哈哈哈 - 我不好累積一點錢來用 - 看到車了什麼感覺? - 喜歡 - 喜歡? - 為什麼? - 因為它的整個外面年輕化了很多 - 外面也平衡了很多 - SUV的感覺 - 這樣子跟你那個比什麼感? - 跟你的Navara? - Navara 變成真的是Trap - 這個就變成後面有抖的SUV哦 - 對 - 夠無力 - 其實我看了它外觀是 - 我覺得好像我比較期待MUX - 不過MUX這輛車真的是很RAR - 很RAR的車 - UNDERRATED - 不知道會不會再帶進來啊 - 因為之前那一批進來都沒有好賣啊 - 這樣也是 - 都是伊叔叔高層在做 - 對 - 所以如果這一帶有MUX進來的話 - 跟Fortuner應該有得玩 - 有人來哦 - 有得來 - 價錢也是有得來哦 - 價錢也是有得來 - 因為SUV不一樣啊 - 對哦 - Truck還是Truck - 是哦 - 要訂閱不要哦 - 對 - 要不要訂閱先 - 要不要哦 - 哈哈哈哈 - 我買一個畫面給你看 - 有有有 - 有在揉住嗎 - 有 - 來 等一下我們就開始來講這輛 - 全新大改款的D-Max - 這輛D-Max - 降降降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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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這邊是降降 - OK - 降降這樣子 - 然後這個是它的Interior - 是這樣子這樣子的 - OK - 椅子是降降降的 -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輛車是這樣子這樣子的 - 要趕緊要趕緊要趕緊 - 不要緊不要緊我們是 - 試好了 - 這個畫面我們試一下曝光值 - 那邊有強光 - 這邊有一點低光 - 然後有一點霧頂 - 這輛車是藍色的D-Max - OK - 長這個樣這個樣不錯 - interior是這樣子 - exterior是這樣子 - OK嗎 - 切 - 全新大改款第三代D-Max - 一千九百CC - 還有三千CC Turbo Blue Power引擎 - 除了這個倒下來Slow and Steady的這個尾門 - 它的上面這個斗這邊 - 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奇奇怪怪的一個板 - 其實這個板啊 - 它是用來這樣子操作的 - OK - 這個東西就是可能你拿一些重物的時候 - 你要把它推進你的斗 - 一般上我們都是 - 聽到嗎 - 要重錄嗎 - 重錄 - OK - 現在來到的就是這一輛D-Max的試駕環節 - 相信你們可以在窗外看到外面的風景 - 是這種山區啦 - 郊區的地方 - 我們就是把這輛車駕到這個 - 這個叫什麼地方了 - 我也忘記了 -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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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已經體驗到了它的動力表現啦 -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 哦 - 我頭髮有亂 Bunny - - 面對這些山區的時候 - 尤其是爬山的時候啊 - 感覺是Very good good啦 - 感覺是vary的good - 感覺有什麼感覺 - 上山的時候 - 上山的時候 - 感覺 感觉 怎样的感觉 让我想 我在哪里 下雨要走这种 有一点点郊区山区的路 就会比较紧张一点点 但是这一辆车 其实给我们的感觉 还是蛮有confidence的啦 因为它的隔音表现啊 我觉得啦 比我的那一辆那一辆那一辆啊 来的好 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雨滴打在车上的时候 声音是很少的 但是大镜这种镜子上面的 雨滴撞击就没有办法啦 还是会听到那个滴滴答答的声音啦 然后开到Wiper 就要讲到这个Wiper有什么不一样啦 这辆D-MAX的Wiper 是我目前 评测过这样多辆车 看过这样多辆车里面 唯一一辆 它的那个涉水啊 雨哨啊 涉那个水的时候啊 是在Wiper上面涉水的 我就奇怪 那个水到底在哪里涉 哦 原来它碰在它的这个 汁上面 然后再扫上来 然后这辆车呢就有这个 Auto的Wiper啦 它detect到下雨天它就会开Wiper啦 然后这辆车它如果走到晚上的时候 或者你进隧道的话呢 它也会自动开启它的车头灯啦 全自动的 然后它的这个车头灯呢 还有这个Auto High Beam 就是它会自动打开这个High Beam 如果前面没有车的话啦 如果前面突然又有车了的话 它又会直接变成普通的那个 Low Beam 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 虽然它是一辆Truck啦 好像一辆货车这样 但是它也是蛮智能的 哦对 它的灯还有Follow you to home 什么来的 什么意思 跟住你回家 哈哈哈 那个Truck 它会有智能跟你回家 还有一个Welcome you light 哦那个是你走靠近的时候 你走靠近的时候它就开的 欢迎光临走人 欢迎光临 OK 其实这辆车驾起来 我感觉上它跟我的那一辆啊 那一辆啊 比较起来的话啦 它因为是后面它用了这个Lift Spring的关系啦 在这个结构上面啊 它跟Coy Spring那一种Multi LinkCoy Spring 比较起来 它都是比较 呃 战烈斯啦 如果以舒适程度来讲的话 但是如果以载货那个承重量来讲的话啦 它可以载的那个重量啊 是会比Coy Spring来的更加重 所以Lift Spring有Lift Spring的好 Coy Spring有Coy Spring的好 我自己个人还是比较喜欢Coy Spring 因为比较舒适嘛 而且我没有打算要载很重很重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们驾这一辆车的话 是有拿来载货 载重物的话 载重量肯定是会来得更加好啦 因为我驾车我感觉不到 Passenger的感觉啊 所以现在我觉得给我感受一下 Passenger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好 OK啊 一二三 怎么还在那边 今天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速度以进去 - 走出了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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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放完? 哦~~ - 自能手鞋子 放不完? 它就响,逼逼几了吗? - 现在呢,我们来乘... - 没有 - 现在呢,我们来测试这个... - 这个叫什么啊? - 4x4 - 这个乘坐体验嘛 - 不用说咯,刚刚一路坐上来,我觉得呢 有史以来乘坐过那么多Pickup drop 就拿巴拉一车 哈哈哈哈 是算是蛮舒服的 而且... 这个内饰看去非常的高级哦 而且在舒适程度的话 这个椅子呢,虽然是说皮革 但是,软硬适中,坐上去是非常舒服 整体乘坐体验我觉得是算是高档次的 真的很像是,SUV 中的Pickup truck - OK,这一次咯,在试驾方面的话呢 它的 Shane Cooper bazen voy forward 视频我觉得是,会很吃力 我以为营丁ποι 我们每次看那个 Colonel 转的话就是 好像就是推那种iti vibrata這樣子 非常困難的 然后这个我就觉得很轻 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完全不是问题来的 还有几个重点呢,刚刚在讲那次的时候 没有讲到 就是这一次呢,它的那个Staling View 是可调节式的 前后上下都可调节,是非常适合给那些可能说 你怎样调都调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这个呢,就可以刚好的调到适中,然后让你乘坐停起来会比较舒适 如果它再添加多一个可能记忆性,那个叫什么啊? 记忆电动椅 记忆电动椅,可以记录每一个驾驶它调试过的位置呢,就更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加 应该是Software的东西来的 对,Software东西稍微tick tick一下就有了 不知道可能之后通过Software升级又有了 以为是电话呢? 然后现在我们来测试它的动力 由于这一次嘛,它是搭载了四轮 试窝,那个叫什么啊? 试什么啊? 试缸啊 试缸过轮镇压引擎 试缸轮 欢迎收看不专业的平车 这样我们听过了,KJ它驾驶的这个过程的体验过后 我也想听一下Ario的体验 没有问题,来换位 1,2,3 好啦,现在就轮到我利用Rail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驾驶体验 等一下啊,我看稿 看稿 在驾驶里 这段不要剪进去啊 诶,哈喽? 我在想 Karen在落住诶,film在走诶 诶, ha läng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就是,它的隔音效果不错哦! 当你在停出静态的时候呢,你是很难 feel到周遭的声音 这一次的隔音我觉得,其实我也是第1次做啦! 不过我觉得它的隔音效果算是非常棒的! 只不过在引擎声的话,我就觉得蛮大声的 当你一落,比如说 不~~~ 不過整輛車的整體舒適感叻,因為剛才我是有嘗試坐了後面一段路一段時間啦! 就是剛才阿豪跟KJ在我的時候,後座我感覺是會比較跳! 它的車包的柔軟性還算是不錯的! 所以吼,在那一方面吼,它已經稍微幫忙減震了一點! 所以,後座乘坐體驗來講,還算是不錯的! 是不會到辛苦的程度的! 還有,這一邊範圍是非常廣闊的! 你要這樣爬下來,都沒有··· 誒誒誒,不要害我撞黃標誒! 還有一點我想說的就是呢,日本人很愛杯, 啊,很愛杯,不是那個杯,就是很愛喝飲料哦! 不是飛機杯哦! 他很愛喝飲料!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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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個10個,有8個嗎?這裡有嗎? No no no,還有車門邊,你沒有算到,所以一共是幾個 只要賣車門邊,OK? So,今天測試這個DMAX的環節呢,就到這裡先啦! 我就是那個有話不能好好說的Mr.J格! 我就是阿豪AT-H,我是LeonRio! 我們下一期再見! 再來多一次! 我們下一期再見! 我們下一期再見! 再來多一次! 我們下一期再見!